假日亲子乐趣也可以走进传统市场 东华富小推动文化走读课程 二年级小朋友们最近一连两天参访了重庆市场 透过专人导览让小朋友认识传统市场之外 还逐一的访问摊商 了解食材产地来源还有商品的陈列 东华富小二年级学生包括家长、志工等将近200人 由校长包明君及老师带领下参访重庆市场 欢迎市场魏家燕协同市场所所长以及诸位 欢迎小朋友的参访 让小朋友认识传统市场的运作 也让学生分组采访摊商 他们从小就可以来到我们市场 能够看一看传统市场的样貌 可以在想要跟需要之间有一些了解 需要就是每天可能都买一些东西要回家煮饭 也了解到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辛劳 那今天老师他们有带一些船官的任务 那也希望他们今天逛传统市场逛了开心 那也了解到那我们不管是摊位的老板跟老板娘 那我们在做生意的一些辛劳 好希望说借由这些小朋友然后走入传统市场 可以让他们更了解传统市场的一些 那个做生意的一些方式 还有说希望说今天来到重庆市场观谋的一些 可以让小朋友回去有所收获 重庆市场有31家摊商乐意在做生意时 同时让学生做简单的访问 希望学生在文化走读这项课程有更多的收获 我待会要问老板要 他在重庆市场多久了 我要买一样东西回家给家人 我们要为家人买一样东西回去 还要完成还要访问这边的老板 他一些问题 这个自义买的感觉怎么样 那个玲珑的点啊 那个好像开店的小老板 那边有一个开店的点不开场 我们这个课程是从一年级开始 一直到六年级它有一个延续性 把文化的课程落实在孩子的知识里面 这里面包括的是我们的传统的市场 所以我们都会到重庆市场这边来 另外一个就是像那个松园啊 还有大城一村 美伦地区的一些文化的景点 都是在纳入到我们课程里面 而这个延续下去到最后就是到高年级 我们要去日本交流 日本的大阪池田小学是我们的姐妹校 我们就把这个交流的课程 校本课程就会带到日本去跟他们做交流 那么这一次是从二年级开始 因此延续日本那个课程 那不是属于高年级 我们就会带到罗东的夜市 让他们去体验 在一个陌生环境里面 怎么样去找到他们应有的特色 还有怎么样去访谈 那么有这个陌生的经验以后 要复制到日本去进行这样一个教学 魏市长也提到日前 协同五个市场资质委员会 以及摊商前往宜兰台北新北市等地观盟 尤其新北市的南门中纪市场 以及新北市的五股公油市场 有如百货公司大卖场的格局 光线明亮动线加 没有潮湿的地面 完全颠覆一般人对传统市场的观感 他表示传统市场要优质提升 除了地方政府争取经费改善市场的设施之外 最重要的也是摊商彼此之间要有共识 记者林杰花林市采访报道